台东12号清晨发生规模5.3地震 三个乡镇的震度达四级 许多人在睡梦中被摇醒 而台东县消防局截至早上6点半 都没有接获灾情回报 只有部分卖场物品掉落 卖场商架上的物品掉落满地 而电源则是忙着进行整理 这都是因为今天清晨的一场地震所引起的 今日清晨5点58分左右 台东发生了地牛翻身 根据东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 地震发生在台东县镇南偏西方14.6公里 地震深度仅有6.9公里 瑞士规模达5.3 台东市、碑南乡、陆野乡 震度达四级 而其余乡镇则是1-3级不等 由于今日是端午廉价的首日 许多人上在睡梦中 就被剧烈的摇晃给惊醒 早上地震到我震起来 有啊 震到大了吗 对对对 还震起来吗 有啊 震起来 快走 我刚好准备要去洗手间 结果后来就 突然有那个地震就被震醒了 一下醒了 晃得很大 晃得蛮大的 有吓到吗 有有有 所幸这场地震 并没有造成重大的灾害 截至上午6点30分左右 台东县消防局都会接获灾情回报 仅有部分的商场 因为地震的缘故 造成物品掉落 并没有人员伤亡 有经无险底位端午廉价 拉开序幕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 好的 谢谢 ro es 谢谢大家